又到了 Warrior POPO 秘密集會的時間 今期會講一個比較多人 也是私底下 PM 問我的其中一個問題 等一會開股 但是在開始之前,先賣一下廣告 大家記住,耳血時報在維園年宵會約定大家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各種不同的T-Shirt 又或者這隻熱狗仔,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 不過我只是去不到買 再加上他們這條頸巾,其實我正在考慮叫人幫我代購 再加上金錢絲和檔樑也正式出了單行本 這也是一個創舉 大家記住,耳血時報和普羅的攤位 是在維園年宵19-30日等著你 大家去到那裏不妨打聲招呼 不過我一定不在那裏,因為我其實不在香港 今天要講的一件事,很多人都問過了 例如很多人會見到 這一個,是一個比較容易見到 MA的車殼 但其實玩開MA的人,或是剛加入的人都會發現 MA 的車殼 這個位置始終都是接近我們所說的全幅蓋車 一般,就算是用到大勁的T-Shirt 可能已經是不對的,我先把護費試一下 先把護費試一下 這一部不是MA,而是SUPER II SUPER II呢,其實最簡單的 我放進去 已經是發覺,這個就叫做Trim過後就好一點 但如果未Trim過,很多時候就有點麻煩 如果你是用超大勁的T-Shirt 甚至是用超大勁的T-Shirt 還有這些T-Shirt HIGH SPEED 那你更加是放不下去 因為一放下去,其實已經是吸住了一條T-Shirt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玩車就會面臨著一個TrimT-Shirt 這個Trim的殼的問題 所謂要剪掉的殼 其實這個展殼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軟殼就行了,軟殼就方便很多 但是有些朋友始終覺得軟殼不夠漂亮 始終都是硬殼的,會實的的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買一部車,要選擇一個比較通用的殼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辦法 所以AVENTE才這麼受歡迎 因為譬如這個MS殼 就算對應不同的T-Shirt 的大小 其實這個都基本上是滿足得到的 甚至,其實這個T-Shirt 我前面是剪掉它 令到T-Shirt 就算是放在Super 2的車身 其實都OK 但是當然,後面這裡如果真的要放 是要收剪一點,要剪一半 但是這些都是涉及到TrimT-Shirt 甚至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一個 這個就是,刺激底底 整個殼已經剪了很多餘的部分 基本上任何車身都可以放進去 而且我本身設定是一個超大勁的 所以就切到這麼窄 但是有些朋友就問,究竟這個殼是怎樣切呢 對吧 所以今天就會拍長一點的影片 跟大家說一下 要做一隻硬殼的時候 究竟怎樣切殼 首先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很多車的車頭扣 其實是可以拆得的 所以一般來說 因為這部份是可以拆得的 所以我通常就不會做太多功夫 好,隨便把它插出來 就會開始做其他部份 啊,真是 那人早知道我不要插下去了 那不是的 好像有些人說 有得插,難道你不插嗎 啊,真是 阿四放輕給你插 難道你不插嗎 我打死都不插 啊,真是 哈哈 嗯 嗯,看這裏要把它插出來 的確是有點麻煩 看這裏有個球 嗯 嗯 我懷疑好像有點弄爛了 先把它插出來 接著就會看到這個車殼 如果我們拿一部車來量度一下 同樣拿一部MA放上去 首先我們會發現 這個車殼有些部分 似乎太闊了 就會影響到兩邊粒丁丁的作用 所以我第一步 我知道就是 這裡兩邊是要把它切掉的 其次呢 再看看 即使一條裙子了 相對來說 這個空間也比較少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也會考慮 把這個地方開大一點 我會繼續做 是這一種風格出來的 再次說 如果大家是用這個 軟殼的話 很多問題就很快解決了 有時候有些人要堅持 我也是很堅持 所以有時候都喜歡用硬殼 首先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雖然有一支筆 就是 畫一條線 你大概知道自己要割多少 好像這次的項目 譬如這一部份 我是打算全部都不要 所以 我其實是會從這裡開始切 再這樣切 再這樣切 旁邊大概是這樣 大概這樣 我知道 畫了是要 這部份是不要的 這部份是不要的 然後我會發現 前面似乎 這部份是太貼 所以 如果是一條 徹底的 T-Bag 風格 畫 我也會從這裡 開始一路切 到這裡 或者走到這裡 我決定不要太貼 頭燈可以留多一點 看到黑線的部分 這些部分 全部都要切走 至於後面 後面 我又不想切得太過分 我又不想切太過分 我後面稍微切一點 順著這部份來切 一路 就順著這條邊來切 這裡的散熱片 我會扭回它 或者我會另外再偷空 你們會看到 整部車切完之後 就會剩下在這裡 中間 你會看到中間這樣 然後 車頭 其實我也會發現 很有空間 可以繼續再切 最簡單的 我可以在這裡再切一點 外面這圈 我可以不要 但當然 我現在看到它這個結構 就發覺 可能留下它更好 我順便做完廣告 就是這支水性的勾扇筆 其實很方便 我很多高達都會用這個來勾扇 我會看到這支水性的勾扇筆 這支水性的勾扇筆 很好用 這支水性的勾扇筆 可以刺激地留下它 就不用怎麼動 好 接下來 看回這裡 當決定了 要剪多少東西的時候 當然 有粗暴一點的方法 和沒有那麼粗暴的方法 最粗暴的方法 就是這把剪刀 其實小時候 小時候已經開始用這個方法 就是直接用剪刀 在這地方硬硬剪下去 嘩 好硬 其實我真的有用力 其實剪了很久 只是剪了這條坑 還有有時候 剪出來的口 都是不漂亮 不慘 之後 就開始用剪鉗 當然不是這把模型剪 多數都是用剪鉗 剪鉗這些 其實就容易剪很多 但是 消耗也都比較大 因為很容易剪得兩剪 它就沒有那麼利 所以 去到現在 我就會採用另一個方法 大家如果之前 有看Gammon力量 也會介紹 有把Tamir的手鑽 又或者是 Tamir的工具 也有一把 是真的用手來鑽下去 那把這樣的鑽仔 可以用的 但是我自己 因為有一套電動鑽 所以 我就用電動鑽 都是這樣說 大家 習慣的 但是 為什麼要用這件 很快你就會知道 這個時候 我先把電鍵拆開 鼠鐵打開 等一等動鑽的話 會有很多噪音 始終開了 會有聲音 還有 né 大家記住 自己是有什麼地方要剪掉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是要順著這些線 稍微在開一點點的地方 我就是要打一排洞 拆開了它 順著它,盡量轉一排洞 其實一路轉洞 因為我等一陣子轉得差不多了 盡量在這段影片中,我會先轉一邊 記住一件事,大家轉的時候不要太貼近這條線 實際上,如果不是太貼近的話 萬一轉錯了,轉斜了,你還是得夠 還有,有時候始終轉口,這些是你歪少少 你找一把刀批兩批,它就會平 所以我先把刀批進去 先把刀批進去 像这些地方,我会在这些地方, 我会看到要剪的线是在这一位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我会看到要剪的线是在这一位置, 然后在这些地方, 然后把线的线再加上去, 所以这些地方可以留意, 但当然, 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 只是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做的。 在这些地方, 我已经转了很多的线, 为什么要转那么多的线呢? 其实就是正如我们之前玩摺纸, 这条线是一样的, 那你有一条线的话, 总体来说, 要切割这些位置, 其实你会减少了, 比如我发觉这两个地方的洞是太开的, 那我也可以在这補多一转, 这样做完之后, 其实你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比较箱的工具, 你便宜用一把, 转转转地打斜, 转转地将你的碼搅拌路, 又或者再逻一转, 如果有一把很好的剪钋, 厘口比较小一点, 其实你就可以用我现在这种方法, 就是顺着这些値针, 将那些这样的接线, 将它的这些灰口做到连通, 其实之前大家见我偷车轧, 像我们偷车底的时候,也看到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然后把这2个孔在这里再偷一刀,再剪一下 相对来说,剪的部分就减少了 整体来说,可以跟着原先要的切割 也较容易一些 这车货油真的比我想象中要硬很多 再剪多几刀 还有第三个方法 当然,家里的小朋友就尽量不要学 其实你可以用金属的物体加热 让它变得很快就插进去 但你的命也很快就插进去 因为始终塑胶是加热之后的味道 一来很臭,二来闻得多,绝对对身体不好 为了玩车,你可以去到几尽 还有我觉得没必要一定要用这个加热的方法 以前甚至有人最年轻的时候 不是最年轻,是最年轻,不要搞错 那时候有人跟我说过,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剪刀,硬硬的剪刀,剪掉它 然后再用热鸡,顺着边,再收回口 就完成了 其实那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很高效率 但是始终都是那一句 我又觉得 你这样来一直拉住 始终那股味的确不要闻 而那股味吸了真的不好 大家会看到,我这里已经开始 剪了一个很明显的口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在虚线之间 继续用这把剪刀 逐一逐一逐一剪刀 通常两三个孔一起剪刀 也是没问题的 那视乎它剪刀的锋利程度 这个部分 来到这些部分 就开始有点难剪了 因为始终有一个圆形 有一个弧线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 我都会将这个头换回 其实上次大家 亦都会看到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头 那个头 就是一个磨叶专用的头 但是这个头 相对来说 它始终是铁头 有些地方比较方便 开了 我可以顺着孔转进去 好 使用電膜要留意, 令電膜有融解, 融化後可能會令線有點歪,所以這方面要習慣控制好才行 其實會見到車頭的部分已經解開了 如果是粗暴一點,其實咬兩咬都可以有辦法掉出來了 但我希望再做得舒服一點 我再用一座做得到,打開了 但我現在會用這座離去,先把擂蓋把它切成 不出來,接受到你了 先用一座離去旁邊,打開了 我會和你來不 Tell,讓大家把擂蓋放在這附墊上去 還要一下,現在你會有些東西 就算到一座離去旁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基本上这里也叫做杀出一条血路 提醒大家做这些始终有很多塵 很多的教训 所以记住在一个保持流通的地方做这些 否则吸了肺 就未必一世 不过死就一世 不死就一世 不死就大半世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做成这样 基本上这些地方可以做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开孔 其实也是防止这些地方会裂 因为我之前试过就这样切 有些车壳就可能这些地方会裂 爆裂 接着这个车壳就可以报销 但是开了一些这样的孔 一路再剪下去 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容易裂 但当然也要看回是什么年代的车壳 而且也是那句 如果大家是用软壳的话 就少很多麻烦 那你会见到 这里我已经是整块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这部份就能够弄了 接着就到修剪了 修剪其实我会很习惯 用这个来慢慢修剪 把这些很乱七八粗的边 就修剪了它 因为这个粗略修剪就可以了 不要说太多要剪的部分 这些地方 其实现在都暂时很粗糙 我轻轻地再稍微剪一点 令到这条边是会更加顺 可以看到 那我们在做的地方 现在有起码 和我先刷的线 是有少少的差别 这些是正常的 都预算了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一把 好少少的模型的笔刀 这把我经常都说 用了很多年 现在的刀片都不够了 但仍未用完,Tamiya這把刀其實是OK的 真的,猜不到 然後逐些把這些地方再批好一點 其實這尾看見它還凸了出來 再剪掉它 不過這麼說,大家如果不習慣用這把刀,就真的不要用那麼多 因為始終我弄了一段時間,相對來說是跟它比較熟 或者這些地方其實可以用剪刀來剪 但也記住,不要剪得太厲害,不然也可能會影響到整個車殼的強度 因為始終現在已經減低了幾多 在這個地方,看看 基本上這裏就已經劏好了 下一步其實是要打磨的 打磨的時候,會用正確的那支棍子 是我用來打磨的那支棍子,就用那支棍子來打磨的 這部份其實可以完全不要的 在這段影片中,我只會做一邊 因為其實另一邊都是同樣的步驟 這樣就不用大家可以在這裏燈太久了 這樣做了一邊之後,就打磨吧 所以,看來... 就在這個東西 然後,看這個東西 我把這個東西都看看 就打磨吧 阿厲害 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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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來了 2 2 2 3 4 充電器 充電器 那足夠尖焙 已難磨到太仔細 磨完後會發現多了層邊 通常我自己做法是要磨出这一层边 因为之后我用刀一次过来顺着削掉 这边我待会再用砂纸打磨一点就已经可以了 还有我现在用这个就是铁制的磨石 特意粗造磨的时候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磨得细致一点就不应该用这一种 甚至我会建议你用刀修好之后 再用这个通常淡衣用高达的砂纸 慢慢逐一逐一磨下去 这个是就你个人的喜好 譬如我之前有一部伯林保健里的东西 我其实的灯位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弄出来 这样就是之后慢慢磨 那个灯位我觉得我磨得挺满意的 而且也叫做磨得挺细腻的 那个就是专门磨出来做display 车 但今天这部其实不是的 这个其实是一只白老鼠 没错是一只白老鼠 现在这边可以看到 一边已经做到七七八八了 这边再辨多一点点 至于这边还需不需要留呢 我等一下我要把前掩盖盖盖 再决定 不留的机会应该是大于一切 那这边已经完成了 大家要问 做完另一遍後,這個車殼有沒有可以再偷呢? 其實是絕對可以再偷的 我馬上用筆畫一點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這個車殼是可以偷的地方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例如我可以把這裏 這裏整個都偷了 沒錯,如果要瘋的我可以很瘋 這裏是全部偷的 後面再點,例如這裏 我可以打一個大一點的洞 再打一個小一點的洞 再一個是再小一點的洞 然後再打一條直的痕 這裏也是偷了很多 這裏兩個地方 這兩個坑位 其實可以偷了它 又或者我直接連這些排氣的地方都不要了 我直接留下這裏 把這裏全部剷掉 我都不會覺得肉赤 所以這就是偷殼的方法 你蓋上這裏,準不準的? 最簡單 立刻拿一部 MA井 我還未換底盤 現在MA井後面這裏 扣了這裏 我們會見到 如果我不割殼的話 這裏是不能放進去的 這裏是不能放進去的 但是割殼之後 這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絕對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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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這個車頭 我真的不需要放進去 這裏反而扣在這裏 可以再偷輕一點 這樣說 如果你說真的 車殼想偷輕的話 軟殼就絕對是最佳的選擇 但是 始終這裏 軟殼就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而且硬殼也有硬殼的質感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硬殼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偷 今天講到這裏 以後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對嗎 可以教一下嗎 關卡